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焦点事件记者孙琼 我们最近一点一点描绘多极霸权下大国博弈的图像 在台湾这个美中冲突的前缘可能有特别深的感受 不过我一直觉得感受很深,不见得实际的冲突就会发生在这里 在美中的这组关系里,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生冲突 搞不好像台湾这种三天两头打预防针的地方反而不容易打起来 今天我想从最近发生的苏丹内战来展开一下中国在非洲的部署 跟可能的冲突 美国的军事介入,军事基地这些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了 那么从非洲来看,中国这个新参与到博弈里面的大国在军事输出上 大概是什么样子 还是要说一句 想继续听我们说这些故事的朋友一定要捐款支持我们 另外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先看一下苏丹 原本苏丹的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是非洲的第一大国 不过2011年南苏丹独立出去 现在的面积剩下188万平方公里 排在阿尔及利亚和刚果之后变成非洲的第三大国 这次内战的双方是布尔汉的苏丹国家军队 还有达加洛指挥的武装民兵团快速支援部队 英文缩写是RSF 2018年苏丹严重通货膨胀 发生针对独裁者巴西尔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2019年4月 布尔汉和达加洛眼见巴西尔政权大势已去 就倒戈把他推翻 但是很快的 布尔汉和达加洛就把枪口指向了抗议的群众 2019年的6月 RSF发动了卡图木国防部广场大屠杀 把群众运动镇压下去 之后这两个人就一正一负掌握了苏丹的政权 这两个人本来就是恐怖平衡 在巴西尔时代 他们是镇压和屠杀的鹰犬 像是2003年7月的达佛战争 造成估计大概40万人死亡 那这个RSF他的前身 是在达佛战争期间参与屠杀 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的 金戈威德民兵组织 特别在俄乌战争的经验里面 我们看到类似这样的民兵 或者是拥兵组织经常是极右翼的 种族主义者扩大冲突 甚至发动战争跟种族清洗的主体 像是乌克兰的亚述营 或者是俄罗斯的华格纳集团 这是这个冲突不断的时代里 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而这些民兵组织之间 又还有长期的跨国的合作关系 RSF养了10万大军 掌握苏丹的金矿 而华格纳集团则被指控 跟他们合作获取暴力 苏丹内战发生之后 我就看到各种猜测 现在是大国博弈的时代吗 那在这场内战 是不是又是代理人的战争 在后面有大国的影子在吗 刚刚讲到的这些人 大家也不熟嘛 如果能够放在美国 俄国这之间的争斗 大家可能会看得比较懂一点 然后呢 有阴谋论在里面 也比较悬疑吧 不过说实在的 一个多礼拜过去了 好像谁也没拿出这件事情 跟这些大国有什么关系的 这个确实的证据 苏丹呢 还是有它战略的位置 东边隔着一道红海 跟沙烏地阿拉伯相望 北边就是苏伊士运河 大家还记得2021年 长龙海运的长四轮 打横过来 把苏伊士运河给堵住六天 大牌长龙这件事情 苏伊士运河呢 影响了全球12%的贸易流量 据说堵住一天 就会损失90亿美元 那个时候啊 全球都紧张得不得了 那如果啊 我有本事卡住运河的要道 此路是我开 此路是我摘啊 那不是赚翻了吗 一直有传言 俄罗斯打算在红海 建立军事基地 加上华格纳集团 跟RSF长期的关系 还有现在俄乌战争啊 它的形象差得不得了 所以很多的猜测 都往俄罗斯身上去 当然啊 既然俄罗斯有动机 那么跟他最不好的就是 喜欢打代理人战争的美国嘛 搞这一出啊 也很符合美帝的逻辑啊 那是不是美帝呢 各种的猜都是可以啦 不过我刚刚说了 没有证据 这些大国有没有介入 苏丹的内战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内战发生 让他们很紧张 这是一定的 而苏丹有事 谁最紧张啊 我们刚刚讲 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有他的战略 跟地缘政治的考虑 不过呢 毕竟他本身在国外的投资不大 在石油 天然气这些能源上 又还是进出口国 对非洲的资源 也没有很大的需求 在经济利益上啊 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中国 我们看一些数据 中国在2009年追过美国 到2017年以后 已经稳稳超越非洲的旧殖民主 欧盟 成为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 2009年之后啊 这块地区占中国总贸易的3%以上 而对欧美来说啊 占不到他们的1.5% 再看这些贸易的内容 最大宗的是能源 再来是交通建设 然后是金属矿和土地 这些项目呢 远远超过其他的贸易项目 所以基本上啊 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需求 也就是能源矿产 而交通建设和土地呢 则是开发这些所需的基础建设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2021年中国在南撒哈拉地区各国 投资项目的占比 奈及利亚 伊索比亚 安哥拉 肯亚 上比亚 这是前五大 在能源矿业之外呢 各有相对应的交通和土地的投资 不过看到这边啊 有疑似不明啊 苏丹在哪里 中国在苏丹的投资 在这张图里面啊 已经小到字都放不下去 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非常的动荡 虽然跟西方比起来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一直是富贵显中求 别人不敢去的地方啊 他要去 但是在苏丹呢 状况实在太差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2011年南苏丹独立 直接把苏丹80%的石油资源给带走 在南苏丹独立之前啊 苏丹是中国的第六大石油供应 我占他石油进口量的5.5% 动荡不动荡我不管 2003年到2010年啊 中国对海有南苏丹的苏丹呢 贷款达到60亿美元 主要是用在交通跟电力 这些开发能源所需的建设上 而苏丹失去南苏丹之后呢 2011年到2018年呢 贷款就只剩下1.43亿美元 刚刚说啊 南苏丹带走了苏丹80%的石油嘛 其实独立之后的南苏丹呢 来自石油的收入呢 占他总政府税入的98% 所以这是唯一依赖的资源 这个新的国家仍然动荡不断 中国必须派兵来维持油田的安全 2016年的时候呢 两名中国士兵在冲突中死亡 2018年更惨了 南苏丹的教派冲突 造成14名的中国石油工人的死亡 中国的这个维和人员还跟叛军对峙 这怎么办呢 要保护这个地方的投资 当然就是要靠武力嘛 我们看一个数据 2020年到2021年 世界各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武器出口 单一国家最多的是俄罗斯 占24% 不过中国啊 不遑多让占22% 而这个区域中国武器的进口国 苏丹就排得进去了 在坦上尼亚跟尼日之后 苏丹啊 12.6%占第三位 这张图 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武器的输出 在一带一路启动的2013年达到了最高峰 而在武器输出的内容上啊 早在1990年代 中国就是苏丹 布尔汉政府重要的武器供应者 供应的内容像是弹药啊 坦克啊 直升机跟战斗机 以及地雷还有反坦克地雷 我们刚刚谈到 布尔汉政府进行种族清洗和屠杀嘛 那中国就一直强调不干预他国内政 这样看起来啊 卖武器呢 就只是做生意 这么简单而已了吧 俄罗斯被全球制裁 中国在非洲的武器输出恐怕会越来越重要 卖武器当然 跟地区的冲突有关系 不过呢 换一套说法 透过地区代理人来控制局势 也是为了和平嘛 不过呢 代理人常常不是那么可靠 真的要维持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利益 还是得像美国那样 直接设立军事基地 派驻军队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中国对于他的发展呢 和美国不一样的一个辩护就是 他不像美国那样 三天两头就发动侵略战争 在海外有这么多的军事基地 这一点听在台湾人耳里可能有些刺耳了 不过呢 这确实也是一个事实 那在这一点上 中国是不是比较进步呢 恐怕也不是 如果不是美国在全世界的围堵 而现在这个阶段 中国的军力还不足以跟美国对抗 中国不会这样发展吗 恐怕很难说 而要进入非洲 维护中国的投资利益 中国只能从夹凤冬找出路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参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部队 2015年习近平承诺联合国 要派出8000人参与维和部队 如果是这样 那中国军队就会是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了 这个提议引起全球侧目 不过到现在 中国并没有办法实现承诺 只派出了2000多人 不过这2000多人 有一半是在刚刚说的 中国有庞大投资 又状况频频的南苏丹 2015年 在南苏丹跟联合国一起部署了一个完整的步兵营 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是进国际义务 不过更多的恐怕是自己的打算 让派兵有充足的理由 我们再回到红海和苏丽市运河这条线来看 恶珠咽喉就是这里 曼德海峡 2016年中国在吉布地设置了第一个海外的军事基地 2021年底 多拉来码头完工 这个军用码头在中国营运的吉布地港 也是中国建造的吉布地通往伊索比亚首都阿迪萨贝巴铁路中枢站 在这两个中间 码头长一公里 宽700公里 足以容纳一艘中国的航空母舰 这个基地估计可以容纳一万的族群 不过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作为后勤补给的功能 长住大概一两千人 吉布地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 他自己知道战略位置重要 所以干脆开放各国来建设军事基地 美国意大利法国日本都在这里设了军事基地 除了吉布地这个军事基地之外 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至少有46个港口是由中国出资营运或建设的 我们看这个地图做的还真详细 这是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做的 以前不是有一个美华报导吗 据说是竹联邦办的 连警察办案都要参考 因为只要不是竹联邦做的案子 都会显得很仔细 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看中国在干什么 就看CSIS的研究就好 这些港口说是伤港 不过只要有需要 要改随时可以改 2015年和2017年的时候 中国拍了两部战狼 无精主演的 票房非常的惊人 战狼2的背景就是在非洲某国 政府军跟叛军交战 最后在中国海上军舰对地面的炮击护航下 成功的把人员救出来 战狼的时间点 刚好跟中国在吉布地设立军事基地的时间点 是相叠合 电影有一句宣传 伴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此后战狼也常常成为中国外交的代名词 战狼呈现的这种想象 今天在非洲也慢慢一点一点的在实现 不过看到中国在非洲的发展 美国当然不会置身事外 开始重回非洲 提出了 Prosper Africa的口号 2022年底 美非高峰会 拜登也宣布全面投入非洲 也就是说 中国在非洲碰到的对手 大概也不会只是各国的政府军叛军民兵 而是同样是大国之间的竞争 其实从海权时代开始 贸易就是在武力的保护下走遍全球 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时代 面对生产过剩危机 必须向外发展 而资本主义大国 以武力维护境外投资的利益 看似天经地义 但其实也就是发展成为霸权国家 走向帝国主义一条回不了头的路 在单极霸权时代 美国用强大的军事力量载制全球 而现在就发展成为大国之间的碰撞 在苏丹的内战里 我们找不到大国直接介入证据 但是其实大国的眼和手 也早就已经默默注视 并且操纵着这片苦难的大路 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